上海合作组织将在成员国印度的组织下 与周二举行虚拟峰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参加峰会 与习近平及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频会晤 这是普京在瓦格纳集团兵变后 首次出席国际多边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共与俄罗斯建立 包括中俄 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等九个正式成员国 旨在抗衡西方在东亚 中亚 印度洋等地的影响力 该组织无任何成员国 在联合国决议中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分析人士表示 俄罗斯急于借这次峰会表明 西方孤立的策略已经失败 专家认为这次峰会也为普京提供了一个机会 向合作伙伴显示 他在瓦格纳叛乱后已经掌控局势 并在全球范围内展现自己的实力 而分析认为普京这次与习近平进行视频会面 显示他仍继续获得中共的支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书 综合报道